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 这个是典型的段长 段长的纹路也是比较深 同时它的视野线往上延伸的时候 在中途,中堂的位置 在这个中宫的位置,明堂的位置 这个有一个分叉 折断之后又延续 延续换了个角度再冲向中止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说段长之人 事业运势是非常不错的 不利于婚姻,但是利于事业 事业心很强 同时个人也是比较强势 在感情当中往往是过于强势 而把家庭生活维护的不是很好 对家人也是有刑客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大概是在35岁左右 容易出现一些改行换业 就是自己的事业当中做的一定成就 但是呢中途遇到瓶颈 改行换业之后呢 又重新的焕发自己的事业方面的一些 强势的运势 那么同时呢 这个结婚线有三条 如果是结婚线有三条 那么这种人呢 很有可能在这个事业成功之后啊 就容易出现一些 这个比较自大 忽略了家庭生活 容易婚姻出轨的这种可能 那么我们说这个 这个是前财纹啊 小指下方的啊 如果是比较多 比较清晰的话 是比较有强的理财能力的啊 同时元宝纹 整个手型也是非常不错啊 这个这个三宫比较饱满高突啊 而且呢 这个四指啊 严丝合缝 基本上看不到光啊 手财能力非常的好啊 感情线导纹啊 这种导纹呢 就是在这个婚后啊 出现这种感情的一些变化 当然这个问题不大啊 天文朝旨的格局是有的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啊 这个是木火通明之首相 根基不错 有事业基础啊 木火通明之人的 是清贵有气质啊 重义弹立 弹博名利非常的重义情 聪明伶俐 文艺气息比较足啊 这个有浪漫情怀 这个立于办艺术类的行业发展啊 比如说设计类啊 文体卫教类啊 传媒类啊 都可以啊 但是呢 这个 容易漏财啊 这个早年呢 容易漏财 因为是出现在 食指跟中指间吧 这个我们说流 手指的流年运势 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越到小指方向呢 是越代表晚年 所以说这个是早年 容易漏财 这是一个 那么好了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